你好,中美珍霸,喂,大家好啊 那麼,這一節跟你說一下印度近況 加拿大也有些闖禍的 真的很搞笑 印度會黏在美國 加拿大經常假裝傻 激怒印度,真的很奇怪 很搞笑 除了印度之外,可能說一下 埃財委壓 因為本來是想說的 那個A開始想說的,不過 不夠時間 那麼這一節就補回了 無論如何都好,先說正經的意思 邀請大家訂閱何止江有受必須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查一查 你的訂閱和你按鈴鐺有沒有被Youtube退軌了 這個沒辦法,我照樣說 有人不斷說 另外Youtube很不會派我的影片的 很清楚的了 所以請大家幫忙 天天都看看有沒有影片 你是還沒看的 因為正常來說,天天都會有影片出的 一字兩套 OK,我講正經的事情 首先,印度的情況就是 印度有一條法案通過了 這個呢,是有很多 你看看多多人 走到辛德里去示威,吵 他說印度改一個農業的政策 農民就殺上去 罷工又成了 印度很明顯 現在呢 他的疫情呢 當然就 那時候呢 七八九月呢 看上去 嘩,快追過美國 誰知道呢 美國去到十月、十一月就發力了 天天都十幾二十萬隻 反而印度呢 可能爆得很厲害 但 沒有 沒有,我想不夠檢測劑那類東西 所以呢 印度的情況呢 其實我知道經濟很差的 現在呢 現在呢 問題就是 政府呢 在一個這樣的時候呢 竟然搞些農業改革 喏 喏 喏 我就不太清楚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搞 喏 即是呢 如果他搞到他罷工啊 又吵又成的的話 不過呢 如果 喏 可能你覺得 喂,我還可以針美針法 趕印度來把鬼嗎 印度呢 對中國始終是有威脅的 我認為呢 對印度這個國家呢 是需要特別去處理他的 搞定了台灣之後 就是搞定了台灣之後 軍隊的方向應該指向印度的了 正於我的立場 印度的局勢 當然我就會覺得 喂,他搞這個農業改革法案 原來現在印度呢 還是一個農業國家來的 就是說呢 他國內呢 有四成人口 在鄉下裏面做種米的 而且呢 是用人手種的 現在中國呢 我想農業人口呢 我想跌到了幾個%左右 農業的問題 當然啦 他說給一些人 你想留在農村就留 咯 但是他們那些人在農村 因為已經大部分人不在農村 出去了外面找食 所以農村呢 空了很多土地呢 已經是用一些機械化的方法了 但是現在印度呢 就仍然有四成人口 如果你說十三億人 的四成呢 就五億多了 五億多 你想一下這個數字是很恐怖的 有五億多農民 你想一下清朝的時候 中國有三億人 但是原來呢 八九成人都是農民 那麼社會當然是窮啦 那印度一個這麼人口多的國家呢 他 一定要將自己工業化 但是印度呢 始終就是說 他裡面是四分五裂的 所以呢 很多人民呢 他們呢 是 仍然是很 很落後的 但是呢 他這些這麼落後的方法去種東西 或者在城市裡面的貧民窟 住到物質質呢 然後呢 在貧民窟裡 可能 哎 賣點東西吃就髒啊 但是印度人 你知道八度不侵的啦 哇 那條行河 獅水又有啊 接著是延苗 洗衣啊 什麼都在那裡 那些人只要喝前河水 是沒有事的 但普通人的喝呢 別人正聚回家的 就是如果你有來遊客 去印度呢 死定了 你去喝前河水 這通常呢 你起碼這都要買精柳水的了 你去印度 如果不是你亂喝那些水呢 真的你不是當地人 你當地人呆慣了 就說而已 但是印度這個國家 是很奇怪的 就有很多 譬如說 到处都是牛啊 牛有些不知道神圣地位 其实很浪费的 你给牛到处乱走 好像在新德里的大街 有些报告就说 喂,真的到处走的 接着白牛的人就说 不用劏他 因为他是神圣,然后到处乱走 又可以 这些就好像 香港有些 没有什么管理的情况之下 在大嶼山,可能到处都是牛 因为很多奸牛 没人来 新界地区,可能高速公路不见 牛就走 可能在乡村的道路里面有时候野猪就出来了 因为你没有人再种东西 印度在牛来说是放任的 我有时候觉得 为什么宗教 是一定要 是要当牛是神拜 然后就不用牛 有些牛到处走 很奇怪的一个 宗教 我觉得有时候 我对宗教来说 我觉得现代的宗教 如果有一个宗教 如果可以说现代化来说 它要符合科学 它不可以 令到人民 例如说 例如你拜下拜老鼠 有些老鼠到处走 你的国家可能有鼠疫 印度这个国家,宗教始终很愚美 它种性制度根深蒂固 始终社会有很多土豪 都想你 继续相信这些种性制度 印度就是这样 现在问题就是 你的农业 用一些这么落后的方法 手工业也好 都全部是很落后的 是养活了很多人口 但是那些人很穷 跟着呢 种完些米呢 印度人是不够吃的 他还要出口 这个呢 中国可以说 工业化了之后 中国种完些米 他是自己都 他自己呢 可能存在也好 什么都好 他够吃 但是呢 都是五万万这样 他不敢出口的 因为其实中国人呢 现在有钱了 要吃美的 印度人是挨饿 印度人是可以说 洋葱的价格被人炒贵了呢 整个国家就暴乱了 一个这样的国家 现在去过农业的开放政策 可能是让一些资本 希望农业升级一些 不要再 一家 快田仔 小小手作仔 但是那些农民说 喂 我没钱啊 你给那些外国资本 那些高科技农业走过来印度 随时就逼到我 我去睡街 就是印度的情况 如果来说呢 印度的结构呢 第一 他不敢加入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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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诉你 他里面的结构 是没有能力面对 东南亚国家对他的挑战 比如说 他说 无论是农产品 他种出来肯定 可能不够人家的高效率 可能会输 你牛奶 又未必够澳洲漂亮 对不对 那接着工业品就更加死 他唯有就是 关闭国家 接着就搞一些关税 接着你说要 赚印度人钱呢 你逼你的工厂过来 印度搞 就是可能 那些工厂在外国 进来也不要紧 但是你最后一关 你的组装 一定要回到印度 如果不是 你进不来 关税也弄死你 这个呢 这一招呢 就是特朗普想用的招 对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来说 我觉得这招未必不好的 印度也是可以说一句了 他的经济结构太落后 工业化太差 里面 地主的势力 始终没有处理到 贫富懸殊很厉害 中国怎么走得快呢 土改 文革 是有用的 文革很多冤架错案 是 但是 令到社会的结构 很多 中国古代的结构破坏了 这个呢 文革呢 他把很多迷信 中国古代宗教的东西 剷走了 你说中间 毛泽东是否为夺权那些人 是蒙尼尔 是要好 不是要好 但是 文革 是令到中国 古老的封建结构 散了 印度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现在 这些旧制度呢 很困扰 所以 印度的情况很不行 你看看他 就算 美国你想去武装他 其实我对印度整个国家的未来 我都不太好 中国一定是 会找方法惩罚他的 我自己认为 所以 转个话题 讲一下埃塞比亚 那 为什么要讲埃塞比亚内战呢 因为一路一带来说 都有很多投资 在埃塞比亚的 中国会不会 不见了钱呢 去打内战 打到 混乱了 这个呢 我觉得也值得 讲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呢 让大家看看地图 地图里面 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埃塞比亚 这里是吉布提 中国唯一的军事基地 就是吉布提 其实你都知道的了 吉布提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的 譬如说伊朗 就会呢 会支持一些什叶派的民兵呢 就在也门打内战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吉布提呢 有呢 中国军事基地呢 很多时候呢 都可能借头借路呢 都可能有一些的 资助啊 或者是 起码都看着 如果伊朗的船 要走到这里 都不会只是美军 都准备了 吉布提呢 有很多军事基地的 有日本的军事基地 有英国的军事基地 有法国的军事基地 但是呢 中国都有 所以呢 大家相安无事就算了 吉布提这个呢 国家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军道 叫做阿吉铁路 阿吉铁路呢 其实就是埃塞比亚首都呢 叫做 阿迪斯 阿贝巴 这个是什么名字呢 或者是阿贝巴 或者叫巴巴 都可以的 总之这里呢 在这里呢 就建立了一条铁路 直到吉布提的 那原本呢 埃塞比亚呢 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八十年代呢 以前呢 就听过呢 就有只歌叫做 We are the world 那里有饥荒 那里有饥荒 那里有 美国的 USA for Africa 那里有很多 麦克尔杰森 那里有很多 那里有很多唱歌 很小的时候 常常看的 We are the world 那埃塞比亚呢 现在就不是那么穷 而已 因为呢 其实这里呢 其实是一个呢 比较理想的地方来的 他这里呢 是有很多的雨水 所以呢 有一条青尼罗河呢 可以流经 进去 苏丹 匯合尼罗河里面的 那这个呢 现在呢 中国呢 就帮他门建 建一条 叫做复兴水壩 我就知道 就好像没建好 就正在建 那另一边呢 在这个首都里呢 因为这里有那么多水资源 那就会在这个呢 阿迪斯 阿巴巴 建一条铁路去吉布提的时候呢 中国在这里呢 就搞了 这个阿吉铁路呢 是一路都大旗舰的铁路 建得很漂亮 也都可以呢 现代化铁路 那跟着呢 这里如果是 发展工业的时候 因为水源足够呢 那就可以呢 做了很多产品呢 去吉布提呢 卖走它的工业产品了 所以呢 其实都是一个呢 一路一带的一个亮点来的 来的 但是现在呢 又发生了内战 那究竟 为什么会打内战呢 那其实就是一句说完 里面呢 原来埃塞比亚呢 不是一个呢 是单一民族国家 它是很多个民族的 譬如说 可以和大家看呢 譬如说 它有呢 很多个民族 但是主流呢 有三个的 有一个叫做奥罗莫人 奥罗莫人呢 就占34.5%的 那叫做安哈拉人呢 27%左右的人口 接着呢 有一个叫做提格利亚人 就有6.2%左右 那这三个族呢 就是可以说呢 是比较主流的民族来的了 他这三个族呢 里面呢 其实现在呢 基本上呢 会内斗啦 他的内斗的原因就是说 原本呢 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哈 他是由一个呢 少数民族去控制的 那他一个前的总理呢 就叫做呢 莱梅斯 莱梅斯呢 是95年呢 做到2012年 那个国家呢 是一个议会制来的 好像德国那样 总统呢 没有实权得象征性 那个总理就大了 那么那个总理呢 是来自于呢 提格雷人的 提格雷人呢 其实刚才说过了 只有6.2%而已 不过呢 由于呢 那时候呢 埃塞比亚呢 和他的邻国啊 他的邻国叫做呢 埃利瑞亚 这个叫埃利瑞亚 埃塞比亚的北面 原本他和埃塞比亚一个国家 但是后来呢 埃利瑞亚呢 要搞独立的时候呢 和埃塞比亚呢 变成了一个独立战争 打了一场 而那个呢 提格雷人呢 就比较呢 近呢 埃利瑞亚 比较近去的 所以呢 其实 可能国家 用了很多军事资源 就和这个邻国呢 在战争的时候呢 变成了这个在 在 紧接于 埃利瑞亚的一个 的省份呢 开始就做大了 就统治了整个国家 以6.2%呢 统治全国家的 这个呢 很有趣的 这个人呢 当政呢 就是军事强人 当政了17年 而他当政期内呢 他将埃塞比亚呢 改造联邦制的 原本是 传统式 一个国家 中央集权 那现在呢 他搞到他变成 联邦制之后呢 那么 这个国家呢 随时有呢 碎开呢 几十个月的危机 他觉得呢 自己提格雷人呢 佔人口少 如果他 担不了权的话呢 可能他就想方法呢 就帮自己的部族呢 搞独立 把这个国家呢 变成了联邦制 变成了联邦制呢 变成了联邦制呢 不同的部族呢 拿到更加大的权 就容易互相制肘 容易呢 最后的国家呢 就散开了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梅来斯呢 当政了呢 去到2012年 他就病死了 跟着呢 那个委呢 就给了他的承计人去做 那个承计人呢 叫做海尔玛 里亚姆啊 德撒来尼 这样 他做了总理之后呢 就做了六年 但是后来呢 2018年呢 就最后呢 用民主方法呢 选了一个新的总理 这个新的总理 叫做阿比 艾哈迈德阿里 就算了 这个阿比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呢 佔人口多数的奥罗莫人来的 但是这个前执政者 这个小部族 提格雷人呢 会怎样呢 他们呢 那个省份呢 比较近呢 刚才说过 这个是第十一这个省份 他比较近呢 阿纳瑞亚的 所以呢 其实以前呢 就是他 主要就参加 和北面的那个鄰国打仗 就是这个省份去参与 但是现在呢 埃塞比亚呢 和北面的鄰国呢 是和好了 那变成了一些军费呢 就不扔下去这个省份 那变成了内斗 那样 補充一些资料啦 我多看一些资料 那前总理呢 刚才呢 就是这个梅来斯 梅来斯呢 其实呢 一直都比较亲中的 他九五年上台 连续做了十七年的总理 他是比较呢 是用呢 中国那一套的方法 所以呢 埃塞比亚呢 在他任来呢 变成一个小中国 譬如说引入一些的 譬如说 社会主义的概念 譬如说 保留一些的确旗啊 可能就是又搞一个市场经济 那样 就是走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套路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他的国家呢 会呢 比较正常些 虽然 梅来斯是一个小数 虽然梅来斯呢 甚至呢 搞一套呢 憲法变造联邦制 因为他呢 可能 埃塞比亚几个族裔呢 大家比较之间呢 你说融合真的未必那么容易 那里呢 那里呢 几个民族 大家可以再说一次 这个呢 奥罗莫人 或者是 安哈拉人 他是佔多数 但是人比较愚蠢的 很容易被西方鼓劃 提格雷人呢 他佔呢 现在可能7%左右 估计 他佔7% 其实人口是少的 所以呢 其实他梅来斯当政 埃塞比亚在经济 不断地蓬勃发展 所以他少数当政 还可以站得稳 但是呢 他始终都会预防 有一天 多数那些愚蠢的 其他族裔的人 拿到个政权呢 可能呢 他们少数的提格雷人呢 就会被人欺负的了 所以呢 他就预备了 随时呢 真的 有一天 多数那些人 譬如说那两个部族 奥罗莫人 如果上台的话 他们提格雷人被人欺负呢 那他可能呢 就玩独立的了 那接着之后呢 梅来斯之后的继续 的承计人呢 都是正常的 可以马里亚 姆德萨来尼 这位人兴 叫他可以马算了 可以马来说呢 他也是比较亲中的 他是在 埃塞比亚的 南方出生的 所以呢 其实就可以 领导的国家的时候呢 都维持了亲中政策 是正常的 但是呢 西方呢 在2018年 又搞颜色革命了 在另一边呢 亚美尼亚 2018年又搞颜色革命 亚美尼亚呢 弄了个 帕希尼洋 搞到现在呢 打败仗呢 整个国家散了 就是已经丧权欲国 这一个阿比呢 又是西方走狗来的 基本上一上台呢 以民主的方式 因为呢 他是一个呢 奥罗莫人来的 就是占三四成的人口 这样 出身可恶族 就是用个民主的方法 可能就是微弱多数而已 未必过半的 但是骗骗骗骗了上台 但是上台呢 开始走西方那一套 就说什么民主啊 自由之余呢 甚至就要呢 将那些国企全部收拾 就占卖给西方 现在呢 中国和呢 埃塞比亚的关系变差 甚至呢 他开始呢 迫害呢 之前呢 长期统治的梅来斯 那个民族了 提格雷人 提格雷人 他当然呢 军事的实力呢 是 会被呢 中央那边的军队强的 因为 长期都对抗呢 厄纳瑞亚那边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提格雷人呢 开始呢 和呢 政府军呢 对抗的时候呢 其实局面是不太好的 我觉得 看来呢 提格雷人呢 比较呢 军队呢 虽然他只有7% 集中在这里呢 他力量是比中央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将来会怎么发展 不知道 当然啦 如果有真权来说 提格雷人重新统治国家 将那些亲西方的美国走狗 踢走呢 会好一点的 这个厄比 踢走厄比会好一点的 但是呢 始终他人口有7% 另外呢 那个厄比呢 他玩民粹的嘛 团结到很多人嘛 而且呢 西方呢 开始扔些资助给他呀 又成的 这样搞呢 两边的力量可能拉回云 真的可能内乱了一段长时间 现在西方呢 一句民主自由呢 令到中国呢 投资的一路一大 的爱财比较呢 看来都很似艺苦了 看来我不是很乐观的 看看将来的发展会如何 一场内战打完 会死很多人的 说着就可以了